Let's go! 韩国大型选秀节目Produce48上月初期开始进行拍摄 这次节目更邀请到日本大型女团AKB48合作 多位成员参与节目录制 引起粉丝和网友十分关注 据悉Produce48的参加者们将在5月10号推出第一首歌曲Pick Me 而音乐节目Am Countdown也会在当日播出Pick Me的首个舞台演出 但是5月8日韩国方面则有报道指 Produce48近日在录制时发生航拍机坠落事故 据悉坠落在地上的碎片还砸到两名参加者令他们受伤 但就未有透露受伤参加者的身份详情 由此工作人员在意外发生后进行了紧急处理 将两名受伤的参加者送去医院接受治疗 其后根据受伤者的要求 两人在操作休息后便返回现场继续录影 对此Produce48方面则向节目参加者申切的道歉 并且为防止再发生意外 已经停止再用航拍机拍摄 而电视台方面也回应称 意外是在彩排时发生 承诺日后会更加注意拍摄现场的安全 小吴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通白计评论 一个角色部分 obe装 있거든요 不限様 lagen meant 可以 airborne 在楼 眼 你 手